词曲 李宗盛 想吹散尘香 将满起烟伤 扎衣为荡归入药堂 相似泪续的心头伤 夜儿了双雾在枕上 摇影时荒凉 摆下星月角千里光 与君已变凉 苍茫 变浪此剧 不归气 倾断来生在续遇 占据万物流星 等星燃尽 不火蹄 一晚未相度火 唤醒唐青君已变 大雨细细历历 模糊眼睛 只能曾经更清晰 微君再走一曲 今夕何夕 哪种难回天注地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很便利 无聊可遇 无聊可遇 仍有情耳天 无暗白云都散去 生命月叹息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很便利 无聊可遇 仍有情耳天 无暗白云都散去 生命月叹息 皇兄 近日可好 你来做什么 皇兄遭罪 捉作弟弟的置之不理 岂不是太不见人情了吗 你少在这里假惺惺了好吗 我被父皇禁足在此 最高兴的不就是你吗 皇兄何出此言呢 皇兄未禁 臣弟也是近几日 听宫中人说起才知晓 臣弟还特此恳求了父皇 希望能尽早解除皇兄的禁令啊 你会这么好心 你这是干什么 皇兄 臣弟有罪 臣弟应及时在皇兄身边 为皇兄分有解难 皇兄是未来的储君 当今的太子 臣弟应该为皇兄 承担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才是 皇帝 你 皇兄 你受苦了 好了 皇帝 是为兄一直错怪你了 你放心 等我出去以后 我们好好喝一杯 当真 自然 喝一杯 喝一杯 兄弟情深哪 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龙天墨啊 龙天墨 我实在是想不通 你凭什么当太子 哦 对 你有一个死了的好母亲 除此之外 你还有什么 要脑子没脑子 要能力没能力 你凭什么跟我抢 你做这个太子 难道就不心虚吗 龙天墨 你 你敢耍我 我随时随地 就可以叫人要了你的命 那我就等着皇兄 来拿我的脑袋 皇兄 皇兄 太子殿下 这是怎么了 好你个龙天青 从今天开始 我与他拭目量力 殿下息怒 咱不跟这些人计较 咱还有大事要做 父皇那边怎么样了 陛下目前还在调查毒蛊人 现在民间传言说 秦王是毒蛊人 吏部尚书和户部尚书 正在悄悄追查 真正研制毒蛊人的是谁 那岂不是我 殿下 我想了一计 可以把您研制毒蛊人的罪证 嫁祸给二皇子 你说有什么计划 俗话说 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我们可以把之前收集到的 关于二皇子研制毒蛊人的罪证 和要嫁祸的罪证 一起交给力部尚书 这样一来 顾七少那边 给我们什么剑影了 他就说 让我们继续等 等 又是等 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殿下 今天晚上 太子 果然把二皇子的罪证 全都交了出来 要鬼谷的酒 好喝吗 殿下 今天晚上 我们还需要鬼谷吗 我们还需要鬼谷吗 上次谁说过 如果我不高兴了 就让我罚他 今日是你生辰 你想怎么罚 怎么了 心情不好 还是想你的龙非夜 今天晚上会不会来看你 没有啊 你脸上都写着呢 还不承认 是吗 这么明显吗 尖家苍苍 白鹿为双 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你应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嗯 我很喜欢你啊 不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啦 我可是有夫之妇 胡志尚 你别这样啊 我不想和你连朋友都做不成 开玩笑的 本少爷还没有到 抢别人夫人的地步 吓死我了 开这种玩笑 因为你很好骗啊 答应你的东西 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这种药 你怎么做的 我看药方中有一种药 使用量很少 很难精确地撑量出来 所以 这种时候 只能靠自己的双手了 你教教我呗 这个嘛 一朝一夕是学不会的 师父 还请不吝 赐教弟子 干嘛要对我这么客气啊 我警告你 以后不许再碰他 你放开我 你可知错 我什么错啊 明明是你不对啊 顾七少是我所托 帮我研制解药 你闯进人家药鬼谷 人家都毫不计较 你还这样对人家 你到现在还惦记那顾七少 他是我朋友 朋友 我看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你以后给我离他远点 什么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他可是一直喝着酒 你非要拒绝我的意思吗 那你能不能不知错 我有吃醋吗 你还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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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你 你去搭车 我认识 有个算法 你ファン 了 是的 有人暗中有计划地 制造毒蛊人 陈宇立部尚书和户部尚书 怀疑此事与秦王有关 陈宇派人暗中调查 陈宇做了全国人口统计 确实每年 有数以千计的人口失踪 陈也暗中调查了失踪人口 颇多的几个州府官员 承报上来的结果显示 人口失踪确实与他们 有莫大的关联 在铁证面前 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责 微臣已将他们押送至京城 听候陛下的发落 把人带上来 你们可是受了秦王的指使 陛下 此事并非秦王所为 他们的证词 全部在此 岂有此理 身为父母官 竟敢草菅人命 擅自传播毒蛊人的谣言 破乱民心罪该万死 给我拖下去 斩首示众 陛下 你让我靠命了 陛下 你让我 拖下去 臣等只是依陛下之命 想查出秦王的真实身份 没想到 事情竟变成这样 朕相信 两位就此事 已经有了定论了吧 毒蛊人的事件 定是这几位官员 造谣声势 我天宁 泱泱大国 陛下法治严明之下 谁人胆敢私自 研制毒蛊人 陛下 毒蛊人之事 本只是民间传言 不足为信 还是穆老将军有远见 一个无中生有的事情 居然搞得人心惶惶 朕现在就召告天下 毒蛊人不存在 是一个民间的谣言 朕现在已将造谣者示众 从今天开始 谁要是再提这件事情 必将重罚 陛下英明 臣 这就撤去 监视秦王的兵吗 退朝 真请 退朝 公众陛下 参见太后 这是侍卫 从萧贵妃宫中 挖出来的东西 去 把太医院里的顾太医 给哀家叫来 是 拿着 参见太子殿下 你先下去吧 是 殿下 二皇子在戈州府的势力 已经基本被剩除了 那龙天青怎么样 他有没有受到惩罚 陛下 陛下在一直保他周全 殿下不必对此事介怀 至少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 知道了二皇子的所作所为 等我出去以后 一定要想办法拉拢这两位大人 是 殿下 不能再和了 殿下 胜败乃兵家常事 你要振作起来 岂能如此颓废 振作 我按拆在各地的手下 全部被杀了 全部被杀了 这么多年的努力 就这么白费了 你瞧我如何振作 目前依我看来 至少陛下现在保全了殿下 太子已经处于半废的状态 你现在在陛下的心里 已是储君之位呀 你明不明白 现在 只要跟踪有鬼谷的人 把毒宗抓回来 立下功劳 这储君之位 指日可待 这一次 一定不能失败 来来来 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 坐 七少 这件事情是殿下不对 我带他向你赔罪 他的错 为什么你来给我道歉 他是我夫君嘛 替他道歉是应该的 再说了 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好 既然如此 那以后咱们俩就不要再往来了 免得让前方找我的麻烦 你回去吧 哎呀 你别生气了 你走吧 行行行行 我走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等你气消了 我再回来看你 殿下呢 陛下照告天下 我来看他 我来看他 还请我 你自己认为 你去 你自己认为 你自己认为 因为他 你都没有 你自己认为 你自己认为 他 他 你去 他 我 我 你去 我 我 你去 我 我 你去 七少 北林那边都传来消息了 你这个丫头啊 就是喜欢夸张 哪有 不信你问白苏 你不用着急 这毒宗很快就会有下落的 真的吗 你怎么知道的 七少 这些天来你每天都在熬夜 现在韩姑娘走了 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睡下去了 七少 你没觉得七少今天 与以前不太一样吗 没有啊 他不是有说有笑的吗 他只是表面上在笑 眼睛里确实冷的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 臣参见太后 免礼 谢太后 顾太医 哀家召你前来 是想让你看一样东西 可知这些是什么 启禀太后 如果臣没有看错的话 这些药粉产自西南梅林一带 极为稀有 现在看来 都是不可多得的滋补良药 只不过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 这些药粉属性寒凉 人不能多食 否则容易上瘾 尤其是 女人 会影响其受孕 兼致其药性混杂 其中某其种混合 还亦产生毒素 会 慢慢侵蚀人的身体 伤人元气 致人死亡 臣曾奉皇命前往西南一带 旧灾难诊治灾民 无意中发现此类药材 因其药性特殊 所以当地人也不敢轻易使用 故 医者需对其药力十分清楚才行 人泽ushima 你先下去吧 臣告退 妙妙作何打算 down 你怎么回来了 我当然是来给你看病的 我没有事 好啊 等你死了 就没人跟我抢殿下了 你要再不治疗的话 我下次只能给你写遗书了 不 我不能死 你别激动 我没有要给你解毒 只是想减轻你的痛苦 让你多活一阵子 我不会解毒的 这个毒它也没有那容易解 就是怕你还能养成美人血 就被自己折磨死了 你看看你看看 既然如此 那我便相信你一次 但你也必须要时刻谨记 只有美人血 才可以治好非夜哥哥身上的毒蛊 你放心 我跟你一样想救他 怎么样了 情况不是很好 我已经给他试过针了 但是要在不伤害他性命的情况下 为他解毒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先去见药了 去吧 嗯 飞夜哥哥 不要想了 现在不是计较的时候 他为龙飞夜付出了那么多 龙飞夜对他好是应该的 如果龙飞夜对他不好 你才应该失望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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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藏就能喝了 哀家问你 这冥香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就是身体里有些毒素 没什么大碍 你必须把它治好 否则 永远别想回来 这么说 有非是答应让我重新回来了 哀家可没这么说 是非夜和宁静 说冥香的病只有你才能治 就暂时让你恢复的 武飞是觉得饿了 但是虚实之后进食不宜养生 这种不要既能果腹 还不会对内脏产生负担 武飞尝尝 哀家不要 尝尝 别给我下毒就好 别给我下毒就好 还挺可爱 看着你今天态度还不错 本王妃就原谅你之前的过错了 你在说什么呢 我 我说好好煎药 好好煎药 我是不会喝药的 更不会解毒 你别再枉费心机了 你要是不喝药的话 龙飞夜就会愧疚难受 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怎么会让飞夜哥哥难受呢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他 那你就更应该喝药了 等你把身体养好了 才能成为美人血 龙飞夜才能恢复啊 你不喝的话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死了的话 跟殿下双宿双漆的可是我哟 你不喝的话也可以 他喝了他喝了 他喝了 你不喝了 我 你不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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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家以为 他只是性子跋扈 没想到犯下如此逆天大罪 再测登记的妃子 没有一个怀孕 而且 而且还有几个暴病而亡 太后请息怒 参见太后 陛下 哀家听说 陛下要册封清妃 为贵妃啊 正是 朕已经着礼部 准备册封大殿 清妃进宫不久 陛下有没有考虑过 晋升得太快 会引起后宫的不满 况且 清妃毕竟是西丘的公主 如果要册封 陛下 还要慎重呢 朕已经想过了 清妃为了救朕 差点命丧黄泉 朕以为它是真心对朕 这一切都是她应得的 陛下想清楚就行了 母后是否还有其他的事要和朕说 是关于萧贵妃 我想这件事情还是交给你处理吧 不行了不行了我去趟麻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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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不敢想象 就这样一个疯老头 将殿下和族人做毒蛊人实验 芸汐 怎么样 可有起色 方法我都试变了 配药也换了好几种 还是老样子 你也累了 先回去休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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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凭我义起之力 无益于一晚即时 得想办法才行 这意外的事 你可不让你做的事 你要去做你做的事 还是要去做的事 哪有点 要去做的事 之外的事 也去做的事 了 方案没错的 所以 所以 你觉得它是装缝的 明天一试便知 对了 这个是给你的 本来想在你生辰的时候送给你 一直耽搁到现在 这里面是我配置的草药 你随身携带 这样普通的毒便伤害不到你 我绣得不好 你要不喜欢就算了 既然给我了 那就是我的了 那就好 我从小呢 在女工上做的就不是很好 不过我会努力学习 但吃好了你 我们就去游山玩水 快去睡会吧 我还得继续研究一下 启禀陛下 亲妃娘娘中毒后 之前派去盯着萧贵妃的探子 有消息呈上 呈上来 好 好一个小贵妃 竟敢背着朕 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陛下 息怒 息怒 这怎么息怒 小贵妃现在在哪 灰禀陛下 小贵妃今日 去了亲妃娘娘那里 道贺 百嫌 百嫁青灰殿 是 百嫁青灰殿 劳烦姐姐亲自送糕点过来 妹妹 真是不好意思 妹妹说哪儿的话 你为了陛下不顾自身安危 亲自替她挡了一刀 这后宫姐妹们没有一个不感谢妹妹的 听说你最近什么食欲都没有 想着妹妹你前些日子还说过 特别爱吃我宫里厨子做的糕点 姐姐也只能为你做这点小事了 那妹妹就此谢过姐姐的心意了 妹妹可真是有福气啊 陛下为了妹妹竟然在天宁建了一座西丘样式的宫殿 姐姐真是羡慕 陛下是妹妹的夫君 夫君有难 妹妹那只是下意识的反应罢了 现在想来才是有些后怕 不过姐姐如果遇到那种情况也会如此的 陛下只是怜惜妹妹 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还念着故国 所以才建了这座宫殿 说起宠爱 哪比得上姐姐多年的戎宠啊 要说戎宠 我们还是比不过先世的皇后娘娘 有点爱屋及乌吧 臣妾参见陛下 别离 萧贵妃 枉费多年正对你的宠爱 你竟敢谋杀龙寺 这么多年来 多少嫔妃的孩子断送在你的手里 陛下 这一定有误会 误会 李全 陛下 陛下 我冤枉啊 冤枉 不要以为朕不了解你那点小心思 这么多年来 朕对你疼爱有加 没想到你竟然歹毒心肠 要不是清妃中毒之后 朕秘密去调查 还不知道你做了这么多亏心事 陛下 这册子上的人 臣妾一个都不认识 陛下何出此言 还敢骗朕 这些人都是受宠出世嫔妃的奴婢 大多都是在嫔妃出世之后 他们暴病而亡 而这些人 死前都或多或少跟你有过联系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朕派去查的人 还是查到了些蛛丝马迹 册子上详细记述了你这么多年的黑市 陛下 这一定是有人陷害臣妾 这些全都不是臣妾做的 陛下 你要明查 这些都不是你做的 那李全去你宫中查出的那些药粉 你又作何解释 如果你不是作贼心虚 为什么你要把药粉埋掉 你为何要给宫中的嫔妃不断地送去各种糕点 而且这些嫔妃都没有怀孕 即便是怀孕了 也是身亡 糕点 我家娘娘最近只爱吃萧贵妃送来的糕点 你没想到你 你为何要给宫中的药粉 你希望让我再接下来 你为何要给宫中的药粉 你若是为何要给宫中的药粉 你让我再给宫中的药粉 你为何要给宫中的药粉 太后命臣在她寝宫里检查的一模一样 那清妃的身体 还能调理吗 依清妃娘娘的脉象来看 索性实用不多 可以慢慢调理回来 来人呢 在 将萧贵妃打入冷宫 是 陛下 陛下 冤枉 陛下 我已经用了所有的办法了 可她还是这样 既然医不好 那就把她杀了 真要杀呀 来人 别别别 我来 我来 医治她这么久 好歹有感情了 不想让她伸手易处 当初她给我下毒的时候 可没有像你现在这般仁慈 她毕竟是个老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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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吃糖 糖 好吃好吃 别过去 好 啊 若这个世界凋谢我会守在你身边 用什么坚决一行万余千言 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崩滅 我会有手中的写为你奉原 陪你看深月间 陪你看沧海变迁 陪你一次又一眼 不下回忆的诗篇 陪你将情节改写 陪你将八荒走遍 只因地独得度我 而你注定是我的心头鞋 这誓言已是你中最美的 相见也很甜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在一片激情从前的鱼艇 一天不愿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的心里面 若故事重演 我想我依然会用我的一切 换明天 就算我不在里面 就算我不在里面 可你会明白我对你的勇士 这誓言已是你中最美的 这誓言已是你中最美的 相见也很甜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在一片激情从前的鱼艇 再一片激情从前的鱼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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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的心里面 我陪在你心前做你心头鞋 我陪在你心前做你心头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